等等,還有什麼要說呢? 其實也有很多話要說 只不過大家肯不肯聽 有一宗喜事,也要恭喜許智峯 許智峯剛在澳洲考完一個澳洲律師的資格 成為南澳律師 他是在南澳律師,南澳考到 他現在說,原來考律師資格 要公佈你以往有沒有案底,有沒有犯罪紀錄 因為這一行是涉及誠信的問題 他現在去申請律師資格的時候 他說很老實地去當地法庭律師會 申報了自己23項控罪 和7項通緝令的刑事紀錄 申報了之後 他說對方依然 這個律師會,即澳洲律師會 依然裁定他有良好品格 他說他心情 既興奮也戰戰兢兢 因為這個我想他都掙扎過 他真的有案底 至少你怎樣說都好 澳洲和香港都是普通法的地方 都是行普通法的地方 按道理應該是互通的 按道理應該是互通的 我告訴別人 我國安法通緝 100萬 我以往又有什麼藐視法庭罪 藐視立法會罪 襲擊罪 所有指控加起來 我共申報了23項控罪 和7項通緝令 這個可能是他澳洲歷來 最多刑事紀律的律師 能依必先自依 澳洲律師會承認了他的資格 就等於他自己成為了一個 被通緝的港人澳洲律師 他說在一個普通法下 一個地方 即是有普通法體系 有平衡時空 一個地方 是說他是一個實惡不捨的罪犯 可能比抗球更嚴重 另一個地方 竟然說他是身家清白的法庭人員 他表示了 這個矛盾 反映所謂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就是虛有其表 內裏根本上就是極權操控的政治統治工具 還有更重要的一件事 法院是利用這個資格 告訴你 許智峯裡面的那堆通緝 那堆控罪 很明顯就是政治檢控 既然是政治檢控的話 那我這一邊是不瘦的 有一個阿Sam在搞事 什麼黃絲狗 寫了什麼長狗的狗 既然是自暴家門的 就有其他網友對付他 那蓋倫跟我收拾他 哈哈哈哈 蓋倫已經率先招呼他 已經在這裡 又說什麼出賣勇武 真是 好了 跟著 許智峯在這裡說 現在 他已經在亞德萊德的一間本地律師行的全職工作 職位就是事務律師 執業的範圍就是民事和商業法 但是他強調呢 他長遠來說 希望專注人權法和國際法 為香港打拼 他說 這個老闆 就非常支持他為香港所做的事情 完全不介意他出現新聞 電視上面長期是在政治風雲之中 其實真的可能是會的 因為如果你在澳洲 如果你作為中國的公敵 等於是中國的公敵來的 就是這個許智峯 你現在請他的話 那是不是所有大陸人的客戶 你不用做 現在中國人 海外力量來說 其實在澳洲 都不少 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去紐西蘭工作假期 我記得澳洲是很厲害 其實紐西蘭也是很厲害的 他拿到你的資格 阿德萊德公司 如果你在澳洲人的話 可以光顧一下阿德萊德公司 阿德萊德這個律師行 其實他真的 就等於是拆掉了 大家如果在阿德萊德有什麼法律諮詢 大家就去問他 叫他給你一個報價 你找回許智峯 許智峯 不過許智峯 他長遠做的人權法和國際法 其實未必能賺到錢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做素人 首先就是搞什麼 他現在就做民事和商業法 這些就很賺到錢 例如我們經常說很多社運律師 都是你打很多商業律師 然後才再拿錢來幫忙打社運 他說他會繼續為香港的民主 進行國際遊說和唱義 是不會放下他的置業的 就是你之前通緝他 他好像沒有騷擾到家人 因為他家人和他一起走 你騷擾不到 我記得好像只有他和許智峯 和攬炒吧 是家人沒有被騷擾的 好了 他就說希望把澳洲的法律 對他的關注 轉為對香港 對華泰道的反思 他說自己覺得自己任重道遠 回顧過去一年 就在澳洲進修 實習 拿到這些專業資格 最大的動力 就是希望做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這句說話很重要 我覺得不僅止他自奉 我覺得所有在英港人 在外的港人 利山的港人 都要有他的志氣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建立更加有用的身位 去為香港做事 讓國際社會看到我們流亡海外的香港人 不僅有能力為香港自由發聲 更加有能力去貢獻當地的社會 做到這樣就是香港人的驕傲 整個族群的驕傲 他說他感慨他自己在澳洲有這份自由 相比起今天仍然在獄中的戰 又是何等何跪 但正正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自由 不應該浪費 應該是 我們更加要自強不適 他說才對得起這份流亡者的自由 而在他長遠計劃來說 就是加入澳洲的律師會 和其他法律專業團體的管治架構 將香港人的貢獻和價值 就彰顯出去 彰顯在澳洲的專業領域當中 他說在公餘時間 就會義務幫助 在澳洲申請政治庇護的香港人 特別是年輕人 作為親身經歷過香港警暴 國安法劫後餘生的香港人來講 向同樣受港共迫害的人 盡量提供法律支援 他多謝 在流亡 他最後在一篇文章裏 多謝流亡路上的支持自己的家人 和香港人的長期支持和鼓勵 他說 想起這麼多年前 宣佈流亡的時候 含淚答應過香港人 會努力地好好活下去 如果不是香港的話 他就不會有這麼拼搏的動力 將今天成為律師的榮譽 全部奉獻給香港人 特別是 19年以來 為香港出身入死 依然 在這裏受苦的真香港人 願香港人永遠自強不惜 榮光歸香港 夠不夠 我覺得他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如果他作為一個在澳港人 對他來說是真正的第二人生 對他來說 是的 不僅止他 所以我覺得 不僅止許智峯 任何香港人 包括做IT也好 做物流 做醫生 做這個 我認識到我們有網友做精算 其實很多不同的崗位 都可以為香港人發光發熱 很多專業 香港本身來到 在英港人 很多是專業人士 來的 只不過是 他們如果 可能要做老本行 可能要重新考試 又或者加多幾張 paper 要花這些時間 剛剛好像見到誰 張文龍 好像回應了 袁公兒 袁爸爸 看看 好 我們來吧 看看 他說回應 袁爸爸的邀請 今天收到 兩位邀請他參加龍門 讚他有回應 本人父輩和袁先生一樣 都是上海遷港的移民 故此 相信香港人 相信本人 或者有能力 可以了解 袁先生的心境 事實上 本人非常不願 在這一代要求 要再次見證 國際刀匯的末落 再次要暴入父輩 當日的後塵 關於香港議會來說 他的見解 已經在之前的文章裡 已經交代了清清楚楚 相信 囚委 只需要直接行動回應 就可以了 他說 仍然十分渴望 能夠親身陪伴香港人 香港市民共渡時間 以及尚有許多造就 個人成長的事情 需要留港達成 並不適合參與香港議會的討論 所以 就懇辭這次的邀請 我會期待 有一天 可以在自由的空氣裡 個人地 認識 香港人福祉的工作的朋友 他說 畢竟 都是屬於香港人社群 不論所屬的政權 或者地域界限 所需要的 努力的事業 他說 最後回應 多謝邀請 抱歉 就是這樣 網友說 很得體 楊sir 都分享了 看看其他人怎樣去說 嚴敏說 喂 說什麼 什麼收皮 老千 你說誰 就是說你整篇事 不要這麼矯情 你直接 說這句 收皮 老千 不是 他是不是說張文龍 誰 他說 什麼 連狗都不釣 哈哈 哈哈 這個以前 哪個很喜歡說 這是口頭善 狗都不釣 這些人 他說什麼 應該是誤會 這個用語 是不好意思 這個不是我的意思 我是很客氣的 那些老千 不敢搞我的 不是說張文龍 老千 就是說他們是老千 這個不可以胡說 有沒有根據 你看到他 你看到那些人怎樣去回應 很多人都很支持他 反應都不錯 對吧 看看Share 那些人怎麼說 楊sir 就說 莊重有禮 邀請涵對沿河 兩個人 以先生尊稱其他人 直呼其名 貶低他身份的容易 更加明顯 而敏華 就是 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沒有的 這個 什麼 道義每當屠狗背 張義每當屠狗背 百無一用事書生 大家 就不要 有場有侵 有什麼事 就單刀直入 嚴敏